欢迎你收听风雷玄幻武俠系列之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密封 播讲 陆恩风雷 第一章 在五年前 九州大陆经现异仗 九色神雷盘旋于整个大陆的天制 威势套天 足以将整个大陆毁灭 但是当神雷劈进来之后 却忽然间消失 不要说毁灭大陆 连一丝的破坏都未造成 诡异之极 而神雷劈下来的地方 正是九州之中最贫赤的青州境内 这件事惊动了整个大陆 大陆的统治者姜氏王朝 更加派到诸多高手前往青州尋求真相 只不过足足五年却始终未找到诗豪的线索 在青州境内 中门临纳 青龙宗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就是青龙宗每年一度招收弟子的日子 在青龙宗外边人山人海 但是有一位带着自己的年轻 想拜入青龙宗的妇人 却是对一名青龙宗的弟子破口大骂 你呀 这些这么低等的杂役 都有资格赶我走吗 这位妇人指着生前的一个少年 他不单止凶神恶杀 而且眼里面还充满了藐视 他之所以如此猖狂 只是因为这名少年 仅仅只是青龙宗的外门弟子 外门弟子虽然是青龙宗之人 但是地位却非常地低 在青龙宗就好像一些杂役 就连外人也看不起他们 夫人 中门已经关闭 如果想拜入中门 明天才来过 还有 我提醒你一句 这里是青龙宗 不是你发烂坂的地方 我劝你紧言慎行 少年就略大凝重地说 他叫做楚丰 差不多十五岁 虽然是外门弟子 但是他胆量却比常人要大得多 至少他敢顶撞妇人这一点 就很少人敢做了 你这个臭小子 区区外门弟子敢威胁我 我告诉你 你立刻给我们母子安排住处 否则我和你死过 夫人更生气 他竟然一下子捉住了楚丰的三岭 这个架势就好像要打他一锅 看见到眼前的这一幕 不单止没有人想去劝解 反而是很多人在旁边幸灾乐祸 门外弟子就是这么卑微 在众人眼中 猪狗都不如 楚丰遇到什么麻烦 突然 一道甜美的声音从中门方向传过来 众人定眼望过去 全部目光都变了 那些男人 直头对眼都发青光 这位少女 无论是容貌 还是气质 都极为出肿 尤其是她裙摆下面那对大长腿 又白又滑 阳光照射之下 竟然还闪闪发光 看到现场的男子 个个都在吞口水 少女虽然漂亮 但是眼眸却非常灵丽 她灵丽的目光 这阵正落在妇人身上 清冷的声音就响起了 你是做什么的? 呃... 没事,没事 我只是和这位小兄弟问一些东西 说着,她还在拨这个少年 被她拔潮了的衣服 妇人笑得极为僵硬 就连面色都变得惨白 不因为其他事情 只是因为这名少女 她身上的紫色肠群 代表着她是青龙中的内门弟子 而内门和外门 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她这些平民 根本就不敢得罪 少女看了少傅 就说了一个字 不敢得罪 不敢得罪 听到这句话 那妇人一点犹豫都没有 她拔着自己的儿子 急急地转头 放乱之间 竟然又卡了一跌 整个跌在那里 然后立刻爬起身 又继续跑 那样子狼狈至极 见到这样 楚蜂就走到少女身前 她施了一礼 多谢楚蜂师姐 什么师姐 你还和我喝什么气 我们是一家人来的 楚蜂的眉头轻轻一走 她有一点不开心地说 她其实说得没错 楚蜂和她的确是一家人 她们来自同一个世家 楚家 而楚蜂 正是楚蜂二伯家的唐家姐 她只是比楚蜂大一岁 不过 楚蜂在三年前 已经通过了内门考核 成为了内门弟子 如今 已经是灵母四重的高手了 唉 中门规矩 总是要遵守的 楚蜂就一笑了 唉 唉 然而 看着这样的楚蜂 楚蜂 楚蜂的心头一酸 楚蜂啊 今年的内门考核 你还参不参加? 难道你还未达到灵母三重吗? 楚蜂就没有答 她面上依然挂着微小 没有人知道她这是什么意思 见到这样 楚蜂就从腰间 拿下了一个锦囊 她放到楚蜂的手里面 将它炼化了 这样 可能帮你突破三重 楚蜂将锦囊打开 立刻 一股灵气散发而出 一珠手指这么大洗 正形剔透的仙灵草 正躺在里面 楚蜂姐 太贵重了 我不可以要的 楚蜂就马上还给楚蜂了 仙灵草 是修武圣药 极为珍贵 对灵武景以内的修武者 有着无尽的功效 而楚家 为了令到他们快速地提升修为 每年都会补贴他们每个人一珠仙灵草 想来 楚蜂的这一珠 亦都是家族补贴的 只是楚蜂自己没有用 反而是给了他 这样令到楚蜂就很感动 不单止感动 还有一点不敢接受 我说给你 你就拿着 你还问我弟弟 楚蜂就有点不开心 哎哟哎哟 楚蜂姐 什么时候这么大方 仙灵草竟然都要送人 你看啊你看啊 我都是你弟弟 刚好 最近我要突破灵武四重 不如楚蜂姐把这颗仙灵草送给我 怎样啊 一名与楚蜂年龄商访的少年走过来 他身上同样穿着内门弟子的服饰 他叫做楚真 同样来自楚家 五年前 他和楚蜂一起拜入青龙中 只不过早在两年前 他就已经成为了内门弟子了 楚真 你早就突破了灵武三重 成功地凝聚了灵气 但是楚蜂 他现在都还没凝聚灵气 这颗仙灵草对他更加重要 楚蜂 将这颗仙灵草强行执入楚蜂的手 楚蜂姐 那你就错了 仙灵草虽然好 但是他不是所有人都有用的 好像楚蜂这些垃圾 天赋这么差 给他仙灵草 真是浪费了 逐不如给我吧 说得对 说到这里 楚真 就一下子捉过楚蜂手里面那颗仙灵草 他眉眉着双眼 眼里面还充满了威胁 楚蜂 你说呢 见到这样 楚蜂也只不过是微微一笑 你说得对 仙灵草这么珍贵的东西 自然是能者居之 不过仙灵草既然是楚蜂姐给我的 你不问自取 你是不是自大了些 楚蜂刚刚说完 就伸手去拿回仙灵草 你敢拿 楚真好凶狠地看着楚蜂 楚蜂却是没有理他 而是直接一下子 把仙灵草拿回到手里面 你真的敢拿 见到楚蜂这么胆大 楚真面色都阴沉了 他摆好驾驶 准备要出手了 楚真 你想做什么 楚蜂这个时候出声 见到楚蜂开口 楚真 这样才拼下衣袖 恶屎能登地挖着楚蜂 楚蜂姐 这棵仙灵草就当我借你了 以后我一定双倍奉还 楚蜂收好那棵仙灵草 好啊 见到楚蜂收低 楚蜂就真的很开心 他也是随便认一下 其实他根本没有想过 楚蜂要还给他 真是笑话 还还还 你拿什么还 楚真在旁边就闹了 楚蜂就没有理他 而是对着楚蜂说 对了 楚蜂姐 今年的内门巧痕 我会参加的 嘲 吹水 被人抹嘴 竟然还要参加内门巧痕 就凭你 这一阵 楚蜂终于都看响了楚真 我如果通过了巧痕 那又怎样啊 不是我看不起你 你如果通过了内门巧痕 今年家族補贴的仙灵草 我就送了给你 是不是 楚蜂只做正 不过 如果你输了 无法通过呢 那我今年的仙灵草 就归你 楚蜂扔下这句话 跟着和楚蜂告别 继续投入回外门弟子的工作之中 看着做粗重事的楚蜂 楚蜂真的很心酸 之后 他有一些不开心的看着楚真 楚真啊 我们都是一家人来的 你不帮楚蜂就算了 做什么要违难他 一家人 楚蜂姐 你都知道了 这个楚蜂 根本就不是我们楚家人 他入青龙中五年 都没办法通过内门巧痕 成条废柴 简直就是楚家的耻辱 整个楚家有谁喜欢他 就是你对他好 他竟然把自己的先灵草给他 楚真不太明白 但是 他就是楚家的人 楚蜂也有点生气 他挖了他一眼 然后转身就走了 反而是楚真 他站在原地 好无所谓的笑了一笑 楚家不需要废柴 虽然楚蜂的先灵草他拿不到 但是他知道 今年楚蜂的那棵先灵草 一定是他的 已经深夜了 在外门弟子休息的地方 一片漆黑 忙了一天 所有人都很累 很早就睡了 而唯独楚蜂的房间 还亮着灯? 他盘室坐在床头 拿出楚蜂送给他那棵先灵草 他低声地说 希望这棵先灵草 可以喂爆你了 说完 楚蜂就眉上眼 把先灵草夹在两掌之间 他捏出了一道很奇特的发掘 就是这一阵 先灵草里面的灵气 也都开始顺着楚蜂的掌心 慢慢流入他的体内 最终会聚到他的丹田之中 与此同时 丹田竟然传来到嘴咀的声音 就好像有某些东西正在吃东西 如果透过皮肤 就可以发现楚蜂的丹田深处 竟然盘距着一团雷电 而这团雷电 是分九颜色的 每种颜色都好像有一只雷亭巨兽 散发着不属于这片天地的可怕气色 而在九州大陆 修路一图 境界就分为 灵舞、玄舞、幻舞、天舞四大境界 每种境界都分为九重 楚蜂就在五年前 拜入青龙中开始修舞 他修到去灵舞二重 只是用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灵舞三重 却足足用了五年 都还未能够突破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都是因为当初的一场变故 五年前 九州大陆上空出现了九色神雷 楚蜂就是被那道雷亭劈中了 从那天起 楚蜂的丹田之内 就出现了九只雷亭巨兽 而楚蜂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 搭入灵舞二重 都是拜这道雷亭所持 但是 盛也神雷 拜也神雷 到了灵舞二重之后 神雷竟然开始吞食楚蜂体内的灵气 无法聚领 更加是无法突破 那就令到楚蜂 遲遲无法踏入灵舞三重 不过 楚蜂都发现 只要将这九只雷亭巨兽威宝 自己的收围就可以突破了 经过五年的累积 楚蜂距离突破只差一线 楚蜂猛然睁开双眼 他眼里面竟然有细细的雷缸 一种无法言语的喜悦 掛在一块面上 得了 足足五年 我楚蜂终于成功了 楚蜂狂起 虽然如他所料 只要将九只雷亭巨兽威宝 就可以突破 但是 当这一日真正来临 楚蜂还是难以控制自己情绪 因为这一日 他足足等了五年 这种感觉真是很强 圆圆不断的灵气 正在我身体里奔腾 就好像要破体而出 仔细观察 楚蜂就更加兴奋了 他想不到 神雷竟然会直接凝聚在丹田 盘距于丹田之内 而且 神雷所散发出来的灵气 非常浓郁 简直超乎了想象 他知道 就算是他这五年 不眠不休的修炼 也不可能凝聚出那么大的灵气 而之所以会这样 正是因为那道神雷 就在这阵 楚蜂的身体突然间就一僵 他神情也大变 神雷正在变化 他的力量瞬间就增大了数倍 竟然再次突破 直接踏入灵舞四重 难道真是苦尽今来 楚蜂在握拳头 他感受着体内爆炸性的力量 他觉得 这五年来的苦 没有白食 爹 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是你的累贅 我将成为你的骄傲 楚蜂的激动不已 对未来更加充满了期待 他其实不是楚家人 而是楚家老五 楚冤他修养的义址 楚家一向都很排外 大部分的家人都不认可楚蜂 楚蜂从小到大都遭受欺凌 只有楚冤 时不时会帮他 如果不是他老爸极力地维护 楚蜂早就被人赶出了家 但是当楚蜂扒入青龙中 却是迟迟都无法踏入内门之后 就连他异负楚冤 在楚家也抬不起头 但是楚蜂知道 这一切很快将会结束 这个以武为尊的世界 实力就大于一切 只要他能够变强 没有任何人会看不起他 青龙中招收弟子 每年只有一次 而每次就持续十日 在十日之后 就是每年一次的内门考核 而今次 沉盛了五年的楚蜂 终于都可以参加了 考核的地点 是一座庞大的地宫 在地宫的大殿之内 人山人海 足足有上万人 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灵武三重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 内门考核至少要灵武三重 才可以通过 不过 他是有部分的灵武二重弟子 想过来混水摸鱼 这样的人每年都有 但是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 而值得一提的是 还有一小部分的人 都是灵武四重 他们不是修炼迟钝的容才 相反 这些人都是天才 而他们 是故意在灵武四重的时候 才选择参加内门考核 至于原因 就是为了奖赏 灵武三重 已经是可以修炼武技 而武技 即是一种强大的攻击手段 不单只可以将实力发挥得临离尽致 更加可以获得超越人体极限的力量 只是因为这样 武技就非常珍贵 连豪门世家都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各大世家 都要将他们的后人送入中门培养的原因 因为每个中门里面 都拥有大量的武技 而在青龙中 只要成为内门弟子 肯定是可以修炼武技 只不过武技也有品佳之分 从弱到强分为九段 在内门之中 可以修炼到最好的 也都只是三段的武技 但是每年一次的内门考核 第一个通过考核的人 就可以拿到一本四段武技 所以很多人宁愿在外门修炼 也都不肯入内门 就是为了这个四段武技 本集已播讲完毕 期待你的订阅加评论 我们下回分解 欢迎你收听风雷圆幻武俠系列之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密封 播讲 陆恩风雷 第二章 快点看 那个不是杨天愚? 真是他 十三岁 已经达到灵母四重了 看来 今次考试的第一 非他莫属了 人海之中 一名战乱的少年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咦? 外门弟子 终于数十万 大多数 都是默默无闻的角色 但是 有些人却是关注的焦点 而这种人 基本上都是天才 而这个杨天愚 就是其中之一 哼 我就说未必 他杨天愚之质再好 始终都是个小孩 很难拿第一 青龙中的我虎藏龙 有时候 天才未必打得过容才 好像那位 段宇軒 一名外门弟子 他手指指着一个冷漠的少年 这个人 叫段宇軒 进入青龙中已经有六年了 他本来就是默默无名之背 但是 在几个月之前 他竟然击败了一个灵母四重的内门弟子 从此 就声名远波 成为了外门的焦点人物 杨天愚和段宇軒 备受祝母 成为了议论的焦点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 竟然有人 注意到楚风 喂喂喂 快看啊 你看那人 好像很得戚 就是了 就好像四段母忌 非他莫属那样 他以为他是杨天愚 还是段宇軒 嘿嘿 傻子 不要理他 这种人太多了 不就是那些 自以为是的废物 有几个人 用比仪的目光看着楚风 对于这种议论 楚风真是微微一小 他根本就不生气 因为楚风觉得 这些人其实都说对一件事 四段母忌 的确非他莫属 这些不是妄想 而是即将成为事实 安静 安静 突然 一度响亮的声音响起身 喧闹的宫殿之内 立刻静光 只见大殿的高堂之上 出现了十几道身影 这些人大多数都是长者 他们就是外门长老 但是为首那位 不单只年轻 竟然还是一个美女 这名女子 她穿着一套紧身的红裙 腰摇的曲线 全部勾勒出离 尤其是裙摆之下 那对又直又白的肉腿 堪称完美 这个女子 不单只看太幼人 而且面容 亦更加苦味至极 她横眼红唇瓜子面 简直就是一张标准的狐狸面 而她就是青龙中大名鼎鼎的美女长老 苏友 这个苏友是一号人物 十岁就拜入青龙中 十二岁就进入内门 十五岁成为核心弟子 但是当所有人都看好她 有望成为青龙中第一弟子的时候 她就突然间做了长老 对于这种变故 没有人知道内情 至今仍然是个迷 被人遵遵落岛 嘩!嘩!竟然是苏友长老 她不是内门长老吗? 为什么会来到外门呢? 苏友的现身 令到所有的男弟子都睁大嘴 有些人已经口水哒哒哒低了 在外门弟子 年龄其实都很小 大部分都是少年 有些都是小孩 对于他们这个年龄来说 苏友这么成熟性的女子 才是最具诱惑的 苏友也完全没有长老的架子 她对众人苦味这么少 她温柔地说 考核规定很简单 从我身后的这个大门进去 再从另一个大门出来 那就通过考核了 而唯一的区别就是 第一名通过考核者 可以得到一本四段武技 这一样是在内门都修炼不到的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的第一名 会得到另一件特殊的奖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甚至比前两样还要珍贵 对啊 说到这里 苏友就故意拉长了个语调 这股诱惑的气息 你抹着成座大殿 哇,那究竟是什么? 有人好奇地问 嘻,难道是苏友长老献身? 更加有不要面的 竟然想入飞飞? 苏友虽然是长老 但是他却只有二十岁 相比于中门里面的老古董 他是更加平易近人的 只是因为这样 很多人在他面前说话 才毫无忌惮 对于众人的猜想 苏友就只是苦味一笑 他伸出五只千千玉子 就说 五珠仙灵草 什么?五珠仙灵草? 我没听错吧? 竟然是仙灵草 还有五珠 哇 此话一出 大田一片混乱 所有人都无法淡定 仙灵草多么珍贵 就连坐家 每年都只是每人补贴一珠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些仙灵草更加是无家之宝 见都未见过 而眼下青龙中竟然拿出五珠 对于外门弟子来说 这种诱惑不可谓不大 只不过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也只是想想 因为他们都知道仙灵草和他们无缘 反而是那些目标直指第一的弟子地 一个个都跃跃肉屎 更加激动起身 见到弟子地气势如此高涨 蘇柔也很满意地点了头 之后他肉手一挥 他身后就传出了隆隆隆的声音 那里高达宿杖的大门 正在慢慢地开启 还等什么呀? 都不想通过巧合了 看着外製的众弟子 蘇柔的嫣然一笑 冲啊!冲啊! 一时间 阵阵的欢呼响切不断 上万名的外门弟子 就好像脱疆的野马那样 向大门里面冲了 楚风也跟随着人流 一路向前 最终 他进入了一条很深邃的岩洞之中 这个岩洞很阔 但是他的好暗 可视到极低 大家都知道 里面潜伏着各种危险 随时都会降临 重啊! 为了四段武技 为了五主仙灵草 重啊! 言而仍是有些人 要钱都不要命 明知道有危险 仍是一马当先 连头都不会 并且 这种人还不在少数 熟熟熟 但是刚刚走前了百多米 一阵阵的破风之声 就由前面传来 无数支银针 在石壁两边发出来 好像暴雨般射向人群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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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间 各种惨叫就响起 冲在前面的弟子速不及防 已经倒下了一大片 即使是这样 但是所有人都仍是勇往直前 没有斯豪的退缩 拼命地向洞穴的深处狂奔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些银针虽然很厉害 但是却不会致命 毕竟都是机关 对于三重令武的人来说 只要小心一点 完全都可以避开 而随着不断的深入 银针的数量却是越来越密集 经常都会打到人措手不及 在这种情况之下 人群很快就拉开了距离 而跑在前面的那堆人 已经都不是那些混水摸鱼之辈 而是杨天宇、段宇軒这些高手 不得不说 他们这群跑在前面的人 确实伸手不凡 其他人 在好像下雨那样的银针之中行走 都需要小心翼翼 但是他们 却好像鱼女平地 哪里闯机关阵 简直就是几个人在赛跑 而楚丰呢 他一直跟在他们的身后 跟随着在灵武三重的大军之中 这样做有两个原因 第一 不想做出头鸟 第二 他的情况比较特殊 他还是不想太早地暴露实力 所以 他在等着一个时机 而一个 所有人都看不到 但是他却可以超越所有人的时机 段宇軒 枉你这么大年纪 竟然跑不过我这个弟弟 哼 你不觉得没面子的吗 哼 死小子 修武之徒 不论年龄 只讲实力 你这么牙齿 赢了我才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穿梭 队伍的前边只剩下两个身影 就是段宇軒和阳天宇 而这两个人都是灵武四重 一个天之卓越 一个经厌老赌 两个人不分上下 火药尾越来越足 因为他们都知道 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对方 只要赢了对方 第一个奖励就是自己 哼 突然间 阵阵的风声和前边传过来 两个人都睁大眼 望到之后 各自大吃一惊 不由得减慢了脚步 因为前边竟然出现了浓郁的武器 这个岩洞本身就够暗了 再加上武器 能见度极低 也大大增加了他们避开机关的难度 就算他们两个也必须小心对待 机会 正当所有人退缩的时候 計 проц besonders暗字切起 他大步向前一直凸 只听见音乐一声 一声他整个人好像那蛤睿 向前飘出去了 这阵段雨 akl 正在顶瞳备那些针针 一度黑影 从他身边是一闪而过 都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那个人就已经吸引不消光了 难道是颜角? 就是这一幕 令段雨謙他们十分震惊 开始他还以为是杨天羽 但是当他发现杨天羽还在离他自己无远处 他整个人都懵吐了 成功地拼开了所有人 楚风就没理会这么多 他将速度提到了极致 经过长时间的奔跑 他一点都没有累的感觉 体内的灵气如同取之不准 源源不断地从丹田里面溢出 不单止这样,他的速度和力量 听觉视觉也远远超于同修围的人 至少他远远比杨天羽和段羽轻 对于这种变化 楚风就没有太大的惊讶 因为这只是他的特殊之处 而这种特殊他五年前早就见识过 现在这种特殊归来 令到他有无比强大的自信 因为在他面前已经没有人可以自称天才了 一路的飞奔 楚风终于穿过机关阵了 走出了深邃昏暗的岩洞 来到了一座很宽阔的大殿之中 而在这个大殿的尽头 有一座石质的高台 高台之上摆放了几件物品 只是四段武技和五珠仙灵草 看到这几件事 楚风不禁有点激动 不过他没有急着走过去 而是看着大殿 两边那几道石门 他心想 在后面 就是传说中的凶兽 楚风的嘴角 掀起了一抹期待的弧度 他知道 这场巧合才刚刚开始 他将要面对的是一种嗜血成绳 残忍之极的可怕生物 名为 凶手 苏长老 你快点过来看 实在太震惊了 我镇守了这么多年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用这种速度来通关的弟子 在地宫一个隐蔽的石室之中 一个年纪很大的长老 他正盯着一盘错乱的石仔 目光之中充满震惊 这些不是普通的石仔 而是地宫里面的机关 唯有机关被触发 石仔才会乱的 现在 城盘石仔全部都错乱了 那就说明了一件事 已经有人通过了机关阵 往年的巧合 最快通过机关的都要整个时辰 而现在 只是过了半个时辰 这一个变化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石室里面的十几名长老 全部都聚过来 个个都震惊不已 看来 今次外门弟子之中 却是有一个好有趣的角色 苏油也走过来 他看着全盘错乱的石仔 好满意地点了头 既然是这样 我就不可以让他轻松通过了 让我和他加一些乐趣 一路说着 他的目光就望向了那堆石仔的上边 那里有三块圆形的石头 震嵌在石壁之中 突然 他诡异地一笑 对着那三块石头 啪啪啪地就拍过去了 不要碰呀 见到这样 在场的长老全部都大惊 然而已经迟了 这阵时的三块石头 已经全部被苏油压进去 做什么 不是你告诉我 这个石头可以放出凶兽吗 看着众长老那副 惊慌失措的神色 苏油也觉得有点不对劳 哎呀 这三块石头 的确可以释放到凶兽 但是不可以同时触发 如果同时触发 就会把关押的所有凶兽 全部放出来 那里有三十多只二阶兽 九只三阶兽 还有一只四阶兽 讲到这里 李长老已经的面容仓白 就连声都震了 场面守在这里 他对凶兽极为了解 而这些凶兽 十分可怕 简直可以说是怪物 远比同层次的兽武者要强大得多 但是现在 同时这么多只凶兽一起放出 一场杀戮已经无法避免 想到这阶的地宫之中 有上万名弟子 他们即将会遭受凶兽的屠杀 简直他就不敢再想了 你干嘛不早点提醒我呀 这阶段 苏油面色也大变了 他叫他重生一躍 接着就化作一道疾风 那个城门开启的同时 他已经消失不见了 李长老 那怎么办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都聚集在这位连迈的长老身上 还可以怎么办 还快去救 李长老怒喝一声 跟着都冲出去 要知道凶兽放出来 那些所有的外门弟子 还有没有名字 我们下集接着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期待你的订阅加评论 我们下回分解 欢迎你收听 风雷玄幻武俠系列之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密封 播讲 陆恩风雷 第三章 对于凶兽的大名 楚风早就听过了 是一种可以修炼的怪物 从弱到强就分为狗界 与凌武九重的修武者 互相对应 不过听说 三阶的凶兽实力 是远远超过凌武三重的修武者 甚至可以与凌武四重的高手较量 所以 就算楚风也不敢大意 他知道这里有机关 只要触发 凶兽就会现身 砰 突然 有一声门响 一度关押凶兽的石门 正在开启 奇怪了 我都还没搭入大殿 为什么石门就会打开呢 楚风这阵都很诧异 砰砰砰砰砰砰砰 而紧跟随后 大殿两侧的总共四十几道石门 竟然全部都打开了 楚风一下子就傻了 因为那些黑暗的石门之内 一对对血红色的大眼 已经就抹开了 一股强大的杀气 充斥着城座大殿 我顶你的肺一扑你的街 不是玩我吧 楚风破口大闹了 他明明听说 每次考核的最后一关 只是一直凶兽 那现在又是什么了 但是眼下 楚风根本就没时间去想了 因为密密麻麻的身影 已经从石门里面串了出来 进入了大殿之内 他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帮怪兽的样子 好像老虎似的 但是却被猛虎足足大了成倍 全身都骯髒了 可以看到的 就是那些好像刀刃那样的 蜜蚤和鸟雅 和一双血红色的双眼 总共40只 他们的外貌没什么不同 应该就是同一个品种 不过 仔细观察之后 楚风就发现 他们的额头上边都有奇怪的纹脑 显然 这些就是他们等级的标志 就在这阵 有一只凶兽在咆哮 他将木杆投向了大殿深处的高台 与此同时 所有凶兽的木杆全部都拼过来 而且露出了随言之声 顶你个废 你这阵的强盗 见到这样 楚风都生气了 台上边的真品 又岂会是你这阵的凶兽可以享用的 他怒骂了一声 接着就向高台上飞跃而去 而就在这阵 楚风刚刚进入大殿 很快就引起了凶兽的注意 这下就好了 足足40只凶兽 竟然同时放弃了仙灵草 全部向楚风围攻过来 这阵时 对于这帮凶兽来说 人类的血肉 比凌弱更加有诱惑力 拦开 一只二级凶兽仍然而离 然而楚风只是一拳 而一下就把他的头打爆了 与此同时 足足数只凶兽已经围攻而至 那股可怕的杀气 终于将一个人吓得成身打枕 然而楚风并没有害怕 他矫见得好像灵猴一样 左弹右弹 穿梭在群兽之中 而且每出一招 必定有一只凶兽弊名 此时此刻 与残忍的凶兽相比 楚风更加像是一只可怕的怪物 他的身体 周围都是坚不可吹的利器 任凭这些凶兽再皮粗肉厚 却是抵挡不到他的一击 就一阵 楚风就可以感觉到 在他体内奔騰的 不单止是天地灵气 还有那些他又爱又恨的 狗色神女 正是这些神类给了他这么强大的力量 将他的肉体 断造得这么完美 但就在楚风闪到眼都红了这阵 他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道很刺意的怒哭 他转身一望 不由得大喜一惊 一只巨大的凶兽来走 已经就对着他的头 就抓了过来 而这只巨爪与众不同 比起其他的凶兽来说 都不知强大了多少倍 如果被他一夜抓肿 他的头就一定爆硬 熟 楚风下意识就向后一喘 刚刚避过了这个巨爪 然而巨爪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楚风的头就避开了 但是他却狠狠地抓在楚风的胸口之上 楚风被撕开了五道血淋淋的伤口 致命的疼痛 令楚风忍不住叫了一下 扑你个街 我要撕了你 然而疼痛之余 楚风更加多的是愤怒 他已经看到 攻击他的那只凶手 额头上边有四道文露 也就是说 这只是一只四阶的凶兽 如果换作其他人 肯定掉头就扔了 因为就算是同一境界 凶兽的力量肯定就强于人类 但是楚风 他不单是没走 反而他是疯狂地撲向了凶兽 但是 他这个薄老命的举动 就连这只无灵致的凶兽 也都下意识阻了阻 当 咚 然而 就在这只凶兽执着他的功夫 楚风一拳就结结实实地打在他的额头之上 但是 没有意想之中的血花四箭 却是传来了一声 钢铁箱撞的巨响 甚至楚风还觉得 自己的拳头都一阵阵麻通 好像他那一拳 就不是打在凶兽的头上 而是打在同场铁壁 这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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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楚风这拳也非同小可 那只凶兽痛得不断哀嚎了一声 竟然都后叹了几步 显然,他都感觉到很痛 同我去死吧 见到自己攻击还有一些作用 楚风都不再留手了 他拼起手,漫天的拳影开始四处纷飞 沉重的拳头就好像暴雨一样 连连不断扎在凶兽的身上 不得不说,楚风的爆发力实在太强了 在他疯狂的攻击之下 那只给他足足大多数倍的兇手 竟然连连后退 甚至想偷襲他的其他兇手 都被他那些无意的一拳,牵牵打死 到最后,足足40只兇手 竟然全部被他打低了 而大多数都是伸手二处,死得极为惨烈 虽然说 那只四处的兇手身体还完整 但但那个大头 亦被楚风压生打顶了 这阵的楚风站在血白 大口地吹起 一番血栈之后 他的身体也出现了很多粗目惊心的伤口 但也并不是致命伤 甚至除了那只四阶空手的攻击之外 其他的空手造成的伤口 都只不过是简单的皮外伤 根本就没有进入肉 我的身体竟然这么强悍 这个是楚风问自己的话 相比那些空手 他觉得自己就更加像铜皮铁骨 这样的身体简直超出了人类的极限 他再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特殊性在哪里 环顾了四周一眼 楚风就约到高台之上 他看都没看 一下子就将那个武技和先灵草 扔了入胸口里收藏 做完这些 楚风就没有打算开最后那门 而是向着自己来那阵的方向 走了回去 重新进入机关阵之中 然而就在楚风离开无奈 一到关闭空手的石室里面 他走出了十几道人影 为首的只是苏友 而这一刻 无论是苏友还是连迈的长老 他们的神识都十分怪异 他们都是亲眼目睹 楚风对着那只四周的凶兽 不断挥拳 一想到这么强大的一只凶兽 竟然被一名少年所杀 他们真的感觉到不可思议 李长老 那个小孩是谁的 苏友就问 李长老就没答 而是看向了身后的其他长老 但是长老地却是个个都另头 那么出色的弟子 你们居然不知道他叫什么 苏友就走着头尾 有点不开心了 门外弟子实在太多了 他如果有意保留实力 我们都 李长老一面无奈地回答 算了 尽快查清他的底细 之后告诉我 还有 他既然不想暴露自己的修为 那就如他所愿 不要让他知道 我们了解他的实力 苏友就吩咐了 尽命 李长老等人恭敬地认低了 而对于这位内门的长老 他们真是不感不敬 苏友又意味深长地看着一眼 楚风离去的方向 这样才若有所思地走入石室 在苏友等人离开之后 大殿又陷入了沉寂 过了很久 殿外边才传令到急速的脚步声 一位弟子飞速地跑进来 此人正是段宇轩 但是 这阵的他 跟刚才进入地宫之前相比 简直就是判约两人 只见他法师凌乱 成头大汗 大胆大胆地喘着粗气 就好像发了癫 一直向着高台那边跑过去了 第一 第一 终于是我的 杨天宇你死帅子 想跟我争 你当老夫 迎忍在外门足足六年 是为了什么 我现在告诉你 我老尾就是等这些东西 段宇轩一路跑 一路很开心地发泄着 好像着魔一样 他目光紧紧地迎视着高台 竟然忽视了大殿里面的 所有的空瘦尸体 他一夜跃起 稳稳地落在高台之上 但是 当他满面笑容 将目光掃向脚下边那块地那阵 犹豫晴天霹雳 即使眼都瓊晴 因为 在高台之上 竟然空空如也 连条脚毛都没有 我 定定 什么回事 过了很久 他才回过神 他发现高台的下边 全部都是鲜血 组组40只空瘦的尸体 散落在大殿的周围 而且 每只空瘦的死狀 都为此束目惊心 血腥自己 李一幕 真是把他吓傻了 他啪一声就坐在地上 他回头观望 才发现那里通过巧合的大门 竟然还没打开 那究竟是什么回事 段宇軒是有点不知所措 他头都已经拎到爆了 就在这阵 杨天宇也跑过来了 但是 他刚刚到大殿门口 就停下了 他看到大殿里面的一幕 又看到高台之上的段宇軒 他也目瞪口呆 这些 都是你做的 段宇軒就苦笑了一声 如果 我说不是 你信不信 当然信 你有什么可能这么厉害 杨天宇就撇了他一眼 跟着就立即冲入大殿 他开始查看了空瘦的尸体 不是吧 竟然 还有一只四阶的空手 那是谁下的手啊 两个人 观察了很久 但是始终都得不到答案 他们拗烂过头 怎么也想不出外门有那么厉害的高人 到最后 他们甚至还怀疑 你这些都是长老地撤下的局 是长老 他撕吞了第一名的奖礼 但是 当灵母三重的弟子大军赶到之后 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 所有人都认为 是杨天宇和段宇軒击杀了那么多空手 至于第一名的奖礼 真是被他们两个人平分了 但是最好笑的是 面对众人那些崇拜的木刚 杨天宇和段宇軒 竟然没有否认 就是这样 莫名其妙地成了第一名 大门就被打开 欢呼声就随之而礼 所有人都很开心 因为 只要从这栋大门走出去 他们就可以成为内门弟子 迎来了新的人生 就在大家 欢呼畅弱之子 一名从地宫里面走出来的少年 他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他一丝不挂 竟然在哭 他成肚委屈地在咒骂着 他老尾 谁这么缺德 在背脊 吐了我一棍 还脱了人家的衣服 有没有那么变态 对于这样的一幕 个个都很差异 唯有坐风 他微微一笑 他打亮了一下自己身上 完毫无损的衣服 静静地离开了人群 就是这样 内门考核就结束了 参加考核的有成万人那么多 通过考核的 就只有两千人 但是 已经都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进入内门 正式开始成为青龙中的弟子 同时 亦都可以享受优越的待遇 为了欢迎新弟子家印内门 长老弟还特意搞了一场成宴 在夜空之上 圆越高挂 内门之中的歌舞升平 将那些喜悦的气氛 沉托到极止 不过 这场成宴楚风的舞泥 而是他蹲在自己的身苦地之中 他刚大尺烂 在观察自己的伤口 那些伤口正在预合着 而且预合得很快 再这样下去 没过几天就可以传遇 而这样的恢复能力 正是那些神雷所赐 你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要选我 这个问题不是楚风第一次问的 他曾经无数次问过这个问题 但是始终找不到答案 他仍然记得 在五年之前那晚 青州的上空 被九色神雷笼罩 而天空明亮得好像白咒一样 雷亭舞动 犹豫交拢 天有雷鸣咆哮 大地不停地震 很多人都以为末日来临 恐慌之際 一片混乱 但只有那个十岁的楚风 他不由自主地 扔了出家 一直跑向一个空旷的地方 就连现在 他都不知道 当时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就好像一种魔力在吸着他走 至于后来 他就被那道神雷赴了体 虽然没有人看到这一幕 但他却知道 他丹田之中 一定是那个空洞成片大陆的 九色神雷 而这个神雷 虽然似得比楚风强大的体魄 但是楚风却始终都不太明白了 这这么厉害的东西 为什么要负责在他体内呢 唉 算了 既然你不回答我 我都不再问你了 反正你和我 现在已经是云然一体了 哼 楚风昔然的笑了一笑 是福不是和 是和多不果 如果这道神雷真的对他不利 以他的力量 根本就无法抵抗 更何况 至今为止 这道神雷带给他的 全部都是好处 所以 他也干脆都不再想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 期待你的订阅加评论 我们下回分解